沒有穿褲子在游泳 終於爆露出你想要的東西,但是你又不敢講 我跟妳講,一回所有交易委員會,核四金融交易小組,第二條全部是這樣寫法 我先講一個composence,然後再來講李翁池要幹什麼,大家聽得懂 我們現在,李翁池做運作當然是要做運作規範來 然後還要照憲法,照法案解釋 你吃飯要不要照憲法,這是很簡單的事,你走路要不要照憲法可以確定 還要照法案解釋,還要照法案解釋,沒有這回事,這是一個composence的問題 但是這回一個簡單的事情,為什麼李翁池堅持要推出來 包括李協商委員,剛才都反對 各位我要告訴你,這就是黃世民要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上次一直吵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大家沒有辦法共識,就是說我們要不要調總統府的通緣記錄 和黃世民的通緣記錄,還有總統府,你們出入登記的 因為黃世民說一次兩次,說不清楚 總統府都是有定期的,當然要調那個登記不來 這個讓真相大吧,但是前次要調 馬總統說他在9月6號以後到9月28號,都有跟黃世民通電話 這事件不重要,這一直在指揮辦案 一直在指揮辦案,所以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為什麼這個東西都講出來,因為黃世民要自保,要拉馬總統下來 所以黃世民在這個地方,那時候我們禮拜一的時候在這個執行的時候 到11點的時候,黃世民趕快去跟蘋果日報講說 其實9月6號以後,他跟總統有通電話 他會有自保,要把馬總統拉下來,擋作人肉炸彈 同時他在這個地方也講說,9月4號,他去看江一華 這個東西一講出來之後,江一華是 是什麼?交手洩密,用交手洩密 江一華綁進來了,也綁進來了 所以這個構成的圖像叫什麼?特務治國 前四年明日的國家,是用非法監聽但前監聽所得的資料 然後再做操作司法,然後做政治鬥爭 這今天是國人最通分的,就所謂的特務治國 這套可以搞我,可以搞黃世民 要搞林宏池,搞奈斯堡也一樣,一如黃長 所以在那地方說,我們要調中原,上次開了三次在這裡走開大草 就是說林宏池就說,總統不能調,奇怪,總統不能調 那這個東西好像有點道理,總統在這裡很國雄,在這裡很國雄機密 總統裡面都是,很多國雄機密是沒有錯,很多很誤會的 很誤會的要整人的核心,結社區國在這裡 樓智翔,你以為看到搞小孩在那裡走開大草 所以這個定案,我們今天進入這個整個調二樓最核心的東西了 我要把它講清楚,對不起,我花一點時間 所以各位記得嗎?本來總統第一次的時候大家都同意 後來林宏池環委,總統不能 總統不能,好,來,總統不能,來 沒有,總統叫黃世民通圍紀錄,就好了,這樣不行 因為總統跟他說的啊,公務通圍紀錄啊 這個總可以,他說不行,他也不行 好,那叫單邊的,黃世民的通圍紀錄,就可以看到跟馬總統之間的通圍 他終於同意簽名了 我師傅沒有,那用簽名嘛,這樣拿給大家看 簽名完畢以後,拿給李爺張張,你看一看,不知可否,此可否 但是往那時候不在場 所以在報紙上,只有十八成名以後發明,就是在那個地方 黃世民就跑去跟他搖耳朵說 不是吧,不可以調我來通圍紀錄 這發明最沒有,沒有這種動作 憲法也不行 還說我才來的 就是這個原點啊,然後 我跟黃世民回憶的話 這是你講的 那假如核心的人物,兩個通圍紀錄都不調,我們調什麼 我們這個小組在幹什麼 這樣小組在來這裡,這裡玩遊戲 玩調遊戲 黃世民的單位紀錄不能調 那如何真相大白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黃世民認為說 法律沒有規定可以調他 只有建台,只有法院,立法院沒有潛力 所以,那這個有違憲 所以,林宏慈今天突然有學問起來 他把憲法、大法院解釋,包括法律整個水進來 你第一次的時候,討論那麼多久 讓黃世民教你,我站在旁邊聽你的講話 你們這樣,核心事件不敢講 你這個東西就是要造成整個小組破功嘛 所以你要讓人清楚啊 沒有用,黃隊啊 至少他還有一點現實 當黨邊,維護黨、捍衛黨的政策 這是應該的 我黨黨邊最小 我們只認受捍衛政策 但是到最後要講個道理 不能沒有道理也去捍衛 這是叫共犯 這是你會接受歷史編師啊 你假如在這個地方,你很堅持這個東西 要加這個東西 所有立法院的調會,哪一份解釋過大法官 憲法大法官解釋,法律 你去,那現在 調出來所有的,我們都是超人家犯本 核四也調過,金融的問題也調過 那個都是有商業利益,很多利益衝突啊 都是這樣,然後要寫到憲法 這好像今天,這個是有很基本遊戲規則嘛 好像說今天,你要吃飯,可以 除了上上一早祷告以外,你要遵守憲法 我要遵守憲法,我才吃飯 這個,這個很,這個邏輯完全不通啦 各位 憲法院是一個,最後的中期機關 我會調查 人家這個都閹割了,我們要調查什麼 你先告訴我 法律市裡面的同學區,可不可以調查 好像是你們在那邊講的反對嘛 所以你們把遵守違法違憲,怎麼樣 你就在這邊翻出這個東西 你不敢把話講清楚 這是最核心的事項 所以我今天要特別,花一些時間 把我看到,所看到的這個醜劑 他們在演什麼 我必須適度的告訴,高速行動指說 我們躺在那裡寵了 好